说起亲爱的热爱的来,想必大家都不陌生。 2019年下半年,一部亲爱的热爱的让很多人都成为上头女孩。 而这个专用名词也被亲爱的热爱的主演李现所有。 当时在微博之夜颁奖时,李现也是选择了太上头了这把代表自己的扇子。 虽然亲爱的热爱的过去很久了,但是其热度还是一点没下降。 在大家的翘首预判之下,很快,亲爱的热爱的第二部则要上映了。 这部电视剧是亲爱的热爱的的姐妹片。 两部电视剧的小说都是来自一个作者莫保菲宝。 与亲爱的热爱的这部小说一样,这部电视剧的小说言行也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密室困鱿鱼。 因为之前亲爱的热爱的名叫密之对鱿鱼。 上映后,电视剧名字叫亲爱的热爱的。 总之,不管电视剧名字叫什么,只要主演给力,那受欢迎的几率就比别的作品要大。 而且这部密室困鱿鱼作为亲爱的热爱的的姐妹片,其一开始开播就受到大家的关注。 这部电视剧已经确定了2020年4月开拍的消息,预计上映时间在2021年。 这种甜宠味的电视剧是很多小女生都比较喜欢的爱情剧。 每天早上醒来都可以见到自己喜欢的人,那一定是非常甜蜜的。 这个时候,杨子和李线在剧中给我们的甜蜜镜头不免涌上心头。 说实在的,这部剧的观众主体都是一些00后,00后现在都处于青春期,大家都在懵懂的时刻,而这部甜宠剧让人看了实在是春心荡漾。 因为杨子和李线把这部剧诠释得太好了,所以大家都不想这部电视剧的续集换男女主角。 但是这个不是观众能决定的,亲爱的热爱的结局,童年和韩商严去民政局门口领了结婚证。 可以说,两人的爱情很快修成了正果,但是还没有见到两人举行婚礼,也没有看到童年为韩商严生下一个宝宝。 所以,网友们还是有点不甘心的。 另外,韩商严的KK战队还没有拿到世界冠军,这也是很多人梦寐以求想见到的事情。 所以,亲爱的热爱的有了续集,而在续集中是韩商严的表弟吴白帮助了韩商严拿下的世界冠军。 而吴白的扮演者则是胡一天。 胡一天本人也是身材很好,颜值很高的一名男星,在至我们的小美好中也是已经小有名气。 而胡一天在剧中的感情线也是非常隐晦的。 这是第二部电视剧的主线,密室困由于这部电视剧将要以吴白的感情为主线,满满讲故事。 而吴白暗恋的女神,爱情将由李一彤出演。 说起李一彤,想必大家也都不陌生。 李一彤近来几年的影视作品也是源源不断。 先是在《贺力华庭》中,李一彤演《裸进的心上人》,媚者吴江中,李一彤和屈处肖搭档。 《剑王朝》中,他演《长孙前雪》和李线合伙开了一间酒铺。 说起来,李一彤合作的男演员真的好多。 在《亲爱的热爱的》中,讲述的是韩商严和童年两人之间的甜蜜爱情故事。 而《密室困犹于》中,则讲述了吴白,胡一天事和爱情李一彤事之间的爱情故事。 可以说,这两人也是被大家看好。 毕竟电视剧的名气也在这里了。 况且,《亲爱的热爱的》中,爱情的人设也非常厉害。 而胡一天更是一名电竞高手,也是呛了无数小名媚的心。 2019年夏天,李线和杨子的合作,《亲爱的热爱的》创造了一个影视界的奇迹。 而在2022年4月,《亲爱的热爱的》第二部《密室困犹于》即将开拍。 而男女主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胡一天和李一彤。 两人名字的第二字都是一字,希望两人能够创造更多排名第一的奇迹吧。 最后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密室困犹于》的男女主是胡一天和李一彤,大家还会追剧吗? 接下来我们来说,乘风破浪的姐姐们离开京修图后,差距不是一般的大。 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们一经开始宣传就得到众多的注目,如今刚开过一集,就已积累下许多人气。 镜头前的他们,完美无瑕,非常有魅力,可以说毫无缺点。 但是我们都知道,节目中的他们和我们普通人一样,也会有各种肌肤或者身体缺陷,只是经过了京修图给我们呈现了精致的他们。 话说回来,离开京修图的姐姐们是什么样子呢? 1.王立坤 王立坤整体变化不大,只是可能因为灯光问题,显得皮肤有些黄,身材和五官还是经得住考验的。 王立坤不愧是素颜女神。 2.钟类蹄 钟类蹄49岁了,即使包养得再好,还是会有岁月的痕迹。 整体有些下垂,京修图则批的肌肤精致没有皱纹,还把脸皮小了,但是却有点假,反而不怎么像他本人了。 3.沈梦辰 沈梦辰经常出席各种综艺节目,大家对他也都是了解的。 如今31岁的他,肌肤依然吹弹可破,京修图也相差不大,只是山根有点突兀。 4.刘云 82年出生的刘云今年38了,也是不可避免出现了下垂,因为会露出细纹不敢做大表情。 京修图中则肌肤精致,脖子也修得更纤细,苹果肌也很饱满。 5.医能镜 医能镜保养得还不错,52岁能有这么好的肌肤,看不出来。 与京修图相比相差不大,只是京修图显得更年轻了。 6.王志 王志也是表情文多,只要表情动作大点就会有细文,挺显年纪的。 而京修图则非常完美,年轻了很多岁。 7.张雨琪 张雨琪是观众非常期待的姐姐。 一向一大姐形象试人的张雨琪,也逼免不了肌肉下垂,但是还不是很明显。 京修图中脸部更小了,五官也更精准。 8.张萌 张萌年轻时候是真的非常漂亮,身材非常好,小编认为都可以和盖尔加多补相上下,但是美人也经不起耻目。 现在张萌的脸稍显肿胀,接修图中则还是挺完美的。 下面接着说,赵丽颖13年前演的一部剧,要等到2030年才能播出,现在播出早火了。 众所周知,赵丽颖是观众们比较熟悉的一位女演员。 比起明星的称号,赵丽颖更应该被称作为演员。 非科班出身的赵丽颖硬是通过自己的打拼深一线,她的成功来得着实不易。 近些年来,赵丽颖主演的电视剧播放量不断突破纪录。 从2013年的《陆真传奇》到2018年的《知否》,赵丽颖几乎每年都会有一到两部电视剧播出,而且这些剧基本上都成为了爆款。 如果不是2018年赵丽颖结婚生子,完成人生大事,那么在2019年和2020年,赵丽颖应该还会有两三部电视剧播出。 赵丽颖就是这么拼,她把拍戏当成自己热爱的事业。 十年间不曾间断,全身心投入到电视剧拍摄当中,综艺也很少参加。 事实证明赵丽颖的努力不是徒劳的,如今的赵丽颖已经成为收视女王,她的名气已经打响。 赵丽颖现在基本上是挑着剧本来演,从以前不起演的配角,成长为拥有话语权的主角。 说起赵丽颖早期的电视剧,大家有印象的可能就是2013年《陆真传奇》了。 其实这只是赵丽颖第一次当主演的一部剧,在此之前赵丽颖还在不少影视剧中养过配角,毕竟是草根出身。 赵丽颖是从低层慢慢成长起来的。 其实赵丽颖在2007年前养过一部剧叫《南月王》,那时候赵丽颖刚刚出道的第二年,只能在剧中演配角。 可惜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这部《南月王》到现在也没能播出。 赵丽颖13年前演的一部剧被血藏到2030年才能播,现在播出早火了。 这部《南月王》是一部古装历史剧,是由吕良伟、宁静、唐国强、王刚主演,演员阵容相当豪华。 赵丽颖都没有出现在主演名单。 从豆瓣上可以看到,《南月王》播出日期定在2030年,这是什么操作? 很明显,《南月王》因为各种原因,五万播出了。 如果真的在2030年播出,前后相差23年,当初的演员们早已物是人非。 赵丽颖都从一个小配角成长为大明星了,如果现在播出的话,估计早就火了。 当年赵丽颖才20岁,看起来相当年轻可爱,也许是那个年代的化妆,造型技术有限。 当年的赵丽颖看上去并不是十分漂亮,浑身上下透着质朴接地气的感觉。 不过赵丽颖当年演的也不是主角,这颜值已经很不错了。 如今13年过去了,赵丽颖的颜值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反而看起来越来越年轻,时尚感更足,气场也比以前强多了。 如果赵丽颖这部被雪藏的剧能够播出,相信一定会火。 好了,以上是本期的内容,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转发,感谢大家的支持。